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石浪现在应该在府里了 就把他抓过来 柳峰 他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百里红一 百里红一 衣冠禽兽杀人凶手 我今天就让你闯 干什么 百里红一 百里红一 不能物力 小菲 百里红一 杀我叔父你还欺负我阿姐 别动 我今天被杀了你不可 走了你 小时 小时 你住手 做什么 小时 你 你在做什么呀 阿姐 阿姐 二郎 你没事吧 阿姐 我没事 小时他刚回来 他什么都不知道 阿姐 你别说了 二郎 小时 你住手 你干什么 小时 你在做什么 小时 我柳家也算是高门大火 师叔世家 你从哪儿学的这一生 无赖习气啊 你终于关心我这些年的经历了 是啊 我这些年是没再读过书 我随着西域商队 我四处游历 我 阿姐若是觉得 我让柳家蒙羞了 我走 我再也不操心 你们夫妇二人的家事了 小时 你去哪儿 你回来 你在西域那么多年 可盯过客部的商队吗 小时 客部有支商队 里面有两个胡商 一个叫康詹笔 一个叫康金 你先说过吗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小时 你知道什么就告诉他 小时 如今康詹笔死了 康金也失踪了 是 与我何干 又不是我干的 他们来历不明 行踪诡秘 你若是知道些什么 却又不如实相告的话 我现在就去报官 让官府来随你 二郎 大理四字库里而来 内卫府倒是轻松一点 但是会让你生不如死 二郎 还有何南府 不过听说那里的人 没有人能活着出来 百里红叶不是人 二郎 小时他刚回来 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阿姐你别求了 二郎 阿姐 小时 看见了吗 这些娘我什么苦都吃过 你还真别威胁我 什么狗屁酷刑 我不怕 你不是要报官吗 你报啊 你不报 你是懦夫 我